请我喝酒吗 请我喝酒 德系汽车品牌重返台湾 推出全新车款准备抢工车式 这次共推出三款新车型 不只推出燃油款跨界潮旅 还推纯电车款 插旗电动车市场 车身不只有勇大胆纯粹的设计 还承袭百年造车工艺经典 打造新世代德国设计美学 新以各年龄层 我们后续今年年底会导入修旅车款 那明年的话 我们会根据市场的反应以及需求 然后再设定后面的产品规划 德国原厂高层表示 大多数台湾人喜爱德国车 认为重回台湾市场只有优点 多款新车轮番上阵 将再次点燃市场话题 记者周天祥 周梦如台北报道